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2月18号 现在香港正在发生着变化 变得越来越变成了这个臭港了 中共自从建立了所谓的港版国安署 香港国安署 又出了这个港版的国安法 那就等于可以在香港的地方 像对待内地任何一个城市一样 这个党管一切 党管司法 党管意识形态 党的官员可以在那个地方 寻死忘法 随便抓人 今天看到希望之声发表一篇文章 题目是香港中联办高层罕见异动 最高检大管家空降 给大家看看人事变动 中联办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这个人 这个叫汪松苗 他过去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的前主任 这个人现在来到香港了 做什么呢 这个出任 这个中联办 这个联络办公室的大管家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动向 这个也就是香港的01杂志啊 媒体报道 1月28号 援引知情人士称 中联办 即日传出大规模的人事变动了 这个变动是 这个是非常这个 罕见的 非常大的动作 说是包括宣传 文体部部长李海棠 已经离职了 副部长郑林 升任部长啊 有些人不懂啊 中联办 那个以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啊 这个 我记得 那个分社里边还有设宣传部啊 就和这个内地一样 很多读者不知道 就是我去文汇报工作那几年啊 这97年到香港去 我记得开会 这个我是90年代初啊 这个92年和93年的时候 进入这个文汇报 驻东北办 因为那总部在香港经常去开会啊 我都知道 那时候就有这个宣传部 宣传部是在那个 这个新华社香港分社里面 那里有部长 副部长 这个 那个时候 这个 那个 记得啊 那个 有很多的官员 我都见过面 其中有个副部长 还是我们报社 有副总编的先生啊 我就不讲 叫什么名字了 就是说 共产党早就控制 但是那个时候控制是 给人感觉是地下控制 半地下啊 半公开的 也控制 现在是 完全啊 就彻底的控制了 那时候 对这些中联办的干部啊 一般来讲 就是说比较包容 比较宽松啊 那么现在毫无疑问啊 这个进行大的动作啊 我估计下一步可能开始抓人了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这次中联办进行大的换班 约480个带编制的人员 将为一半被换掉 其规模世俗罕见 换一半什么意思 就是说 可能 要在香港这个中联办这个系统 也就是共产党派到香港这些官员 开始搞反腐败运动了 就像内地一样 可能要大肆抓人了 我估计这480个变质 一半被换掉 那这一半有可能 不是随便退休回到国内就完了 更不好的抓很多的 所谓腐败分子 那么因为长期以来啊 这个自从九七回归的时候啊 这个中共的就是国内各个部门啊 31个省市自治区 国家部委各个部委的啊 这个都在那设有 这个窗口公司 也都派一些人早就进去了 做什么呢 做生意 假装做生意啊 这个都潜伏下来了 这个公司那个公司纷纷发大财 不择任何手段 因为那时候事件事迹好吧 因为香港是一国两制嘛 在那里有很多优惠政策免税 还有什么就是可以洗钱啊 等等 所以大部分都是有头有脸的 这个关系户 你比如说大连在那地方 就有大连市政府的一个窗口 啊 叫大连发展公司 过去大连日报有一个女记者 这个和我一个办公室工作了很多年 这个姓沙啊 我就不想去说名字 现在年龄都大了 他就被派往这个 这个大连在香港的一个公司 窗口公司 记得那时候有一个财贸部 有一个老的记者啊 这个姓尧啊 和我都很熟的 他想去参加那个工作 因为他是财贸部的嘛 按照那个按照他想象 就是大连市在香港建的这个发展公司 是搞贸易的 怎么能让这个文艺部的一个女记者去呢 他就不懂了 我当时也不懂了 现在我终于就是说经历过这一人生这场劫难 我才知道 中共派选派到香港这些公司的人员 很多都是双重身份 也就是说这安全局的特工啊 表面是做生意的 就是他以前在国内 比如说他在某一个媒体啊 表面是记者 实际上他是双重间谍 监控什么 记者当中的不安定因素 反共的 思想不鉴定 他是大小情报的 那当然了 党组织就喜欢他 是不是啊 这个那有可能就给他派往香港工作 那么这个 我记得那时候就是不光是大连啊 黑龙江我经常去啊 黑龙江各个这个城市啊 都有这个驻香港公司 像大庆 大庆是人民政府驻香港就有公司 我记得和他们接触过啊 这个 我记得那时候这个大庆是市长杨信 现在判刑坐牢了 判十多年 和我工作上交往很多 这个有的时候我到香港去 还见到大庆是驻香港办事处的 这个主任 领导 一起吃吃饭啊 没有别的酒 就是聊聊天吧 我讲的什么 就中央共产党早就渗透进去了 从中央各个部位 就领导干部在那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的官员 都在那里 有的人生活了好几年了 好多年了 就甚至有些都已经退休回到内地了 先走这一部分就利用香港的创造 大部分都发财了 这个甚至在这个领域里面呢 这个贪污受惠特别严重 那么这会儿习近平终于开心了 大动作把香港拿回来了 这样可能把这反腐的利剑 对准什么呢 对立派 因为红二代 国二代的孩子在这边 那是大兴祈祷 建了很多公司 包括这个 这个肖建华为什么在香港抓回来 为什么常年就住在香港那个四季酒店里边 那就是因为和这些国二代都有联系 他们是做了大生意 不像这个大连那个小贸易公司 大连那个贸易公司 当时还派出一个人 我也认识 是威富海的秘书 市长威富海推了以后 推起来了 把这个市长给拨起来了 那么他的秘书 我记得姓李吧 那个人 摇身一变 也称了就要做贸易在香港 好多年以前 我记得我在香港还是在大连 好像见到 见过他 在大连好像是 一看他大变 就是 这个 过去是国安员肯扭气了 这个走路都是 仰仗了这个市长的权利 后来变得非常科学 对任何人都点头 为什么没有权利 在做生意 做生意不得求人吗 对不对 叫何起胜财 现在想想 这有意思啊 所以总共一官一上 就腐败几乎 人人都有 所以如果说 在中联办 打动干狗 还抓人 能抓很多人 能搞出很多钱了 我说习近平现在是 习近平现在是 为了下一任连任 可能叫打击政敌 主要的目标 就是江泽民 曾庆红这一伙人 曾庆红的弟弟 曾庆怀就在香港 就随老大吧 就是在香港的领域里 所以说习近平准备 下一步之后 估计开始开干了 反腐的礼剑 汇出来了 已经从内地 进军了香港 开始抓人了 这总联办 说为什么忽然间 找了一个 最高人民法院 检察院的 这个厅 办公室主任 汪宋苗 那就是检察院 就抓人了嘛 这个人对抓人的 绝对有一套 根据网络的消息 说是外界传说 北京方面在港 将组建 所谓的文化扬起 差不多离开 总联办的 文洪武 将会参与筹建 这倒不一定 他有的是人 你看他现在 已经拍了两个人 夏宝龙 罗惠宁 这是习近平两个低戏 主要是夏宝龙 那是习近平死的 据说他们两个人 在浙江合作过 说那时候 在浙江合作的时候 那夏宝龙就把习近平 封闭 这个神仙一样 就觉得他习近平太厉害了 崇拜都不得了 所以习近平 现在就用他去和罗惠琳娜 到香港 这个林郑月 基本上就变成个傀儡了 对不对 我估计退了以后 总共挺满意啊 给他一个 人大的副主任 我估计 下一人吧 人大副委员长 在内地多给他房子 给他办个卡 他现在不是连 信用卡都没有吗 那不要紧 共产党有的是卡 那卡随便分 只要你给共产党卖命 那没有问题 但是假如有一天 共产党要垮台了 那他就倒霉了 因为香港人 肯定要给他清算 因为香港的小孩们 现在都是二十来岁 你想再过二十年 他才四十多岁 将来小孩们 要犯过身了 我跟你讲吧 你看将来下场怎么样 你得好好想一想 这小孩厉害 所以任何时候 都别得罪孩子们 因为人的年龄 都是有限的 生命是有限的 活着干的好事 别惑惑小孩们 你看香港现在 这整个 那哪叫香港 你想应殖民地 留下的一块 东方的民主 改革开放的一个 前沿阵的一个窗口 对不对 你看以前的香港人 你看现在的香港人 哪有什么保障 司法独立也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 连犯罪嫌疑人 保释这个权力都没有 整个堕落成了什么 共产党执政下 习近平随心所欲 想抓人就抓人 这样一个地方 所以说 下一步开始整肃 这些变质内的 就是当官的 如果随个曾经文官也好 或者是对习近平不满 以后乱讲 这会儿就很可能 被拿出来说事 所以说 这篇文章讲说 纵联办的人手 编制为480个人 其实不止480个人 我意见当中 都是上千人 官员太多 我见了好多 新华社香港分社里面 那些选择屋里干部 现在叫纵联办 说这次人员 换办潮 设计一半编制 约240个岗位 规模罕见 其实不止这些 因为希望之政者 记者 没跟他们接触过 我接触过了 太多 那楼里坐的不都是 对不对 其实那些当官 以前太舒服了 又在那上班 你看一个冠冕堂皇 谁度自己的胜利 亲戚朋友 都在那倒来倒去的 从内地倒那些什么 这个土特产品 那个产品 护油过来 护油过去 确实好事 那几年和人赚了一笔好钱 但是这个好事就结束了 从此来的时候 在习近平领导下 就开始像斯大林时代一样 开始肃反了 肃反的风暴 从内地卷到了香港了 假如习近平真的连任 中国会倒退到 全面的像北韩这样的 将来可能 随要如果批评习近平 就要掉脑袋 完全有可能 你不信你看吧 很可能以后 连出国都没有了 给你国门都关上 然后断网了 就完全是思想统治 就是那个 像这个现在 北朝鲜那样 到那时候 你就知道了 你再有钱 钱也都是 共产党的 这习一句话就没收了 你再这个 吃得饱 喝得足 但是你进市上 永远痛苦 香港很可能以后 就没有自由的网络了 像上网 必须翻墙了 香港也不可能有任何 批评共产党的杂志 你大概都是 习近平万岁万岁 红色的一片 大街小巷以后都得挑种子 无效 大革命那样 不信你就看了 一步用往往往往走 因为什么 你想习近平 2012年刚到今天 才干不到八年 就给国家货货的 这个程度 搞了个人类病毒共同体 那这边呢 在国内呢 到处都是 介义斗争这一套东西 所以现在香港 这个香港人的大灾难 除非在未来的日子当中 哪一天发生突变 突发事件 像那个 华国货那个时代 能把现在这个新的权威 突然间给抓起来 那有可能 还可能重新对外开放 这个香港说不定 还能就是回到往日的 这个繁荣 否则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尤其是这些年轻的孩子们 他们的未来 几乎等于零 你看香港现在 人口统计 往外走的人多少 可以这样讲吧 香港目前99%的人 从心里震污中国共产党 震荡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境地 但是习近平觉得可爽了 因为终于 他可以说了算 没有任何人敢批评 他的姐夫 他姐夫买了 再多的房子 楼 再半山 别人不敢放个屁 包括 例章说 他女儿这个事 谁再敢讲 再讲 再给你抓进去 为什么呢 狠狠整理智应 正确就在这里 心结就在这里 别听我讲的那么高大 马上 什么勾结外国政府 这个那个 共产党就是这样 他想争你 他手里有权 给你先找个罪名 灌进去以后 媒体再一选择 再给你一抹黑 忽悠那些愚蠢的老百姓 好在香港 他现在还可以自由的上网 多少还治点事情 但是很快 你看一切都结束了 包括过去 驻港纵连办这些官员 将来也会像内地一样 每天上班都 战战兢兢 如履薄病 不管讲什么话 都嫁一个 习近平 英明领导下 怎么样怎么样 全都是假话 大话 谎话 骗人 鸡骗别了一骗自己 所以说香港 这是人类的一个 大的这个灾难 那么今天呢 还有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